嗨,我是維維 眨眼又來到3月份 我準備了春天的櫻花甜品 有西式和日式的 做法都是非常簡單的 做不到的話 就只可以流口水的 混合白色和梅紅色 搓成一個軟綿綿的小丸子 用小丸子打圈圈 再用手按進去 模仿米粒的質感 綠色加紅色 顏色就會變得髒髒 把長水滴壓扁 葉邊是鋸齒紋的 輕輕力再加上葉紋 加上去 加點水軟化黏土表面 強化葉紋 綵scheinlich 混合大紅色 混合大紅色 換成另外一種粉紅色 我把這個黏土壓成圓柱體 nuimos 先刻第一條線 转过去90度,再转过去少许 再转90度,又转过去少许 连续这样做,就可以分到五份出来 用完猪笔推开一块块花瓣 花瓣是尾尾裂开的才是樱花 用黑的方法加多些细节 最后加上淡黄色的花芋 整个和菓子都很粉乱 搅拌土黄色 加入大量的白色,就可以搅拌芝士饼的颜色 我想将这件芝士蛋糕做成樱花花饭的形状 这样会更特别 了结架 切饼是有灵零的 我们尽量模仿 花了不少功夫 终于都将两个部分融合了 缺角的地方可以用保土的方法修复 最后因为剩下太多粘土了 就多做一件甜品一街坊 随意捏成我最熟悉的撻皮形状 占一个枕头在底 再拆很多很多条去遮住枕头 转一个方向再搭高一点 做小花反越薄越好 等粘土干了我们就上色了 将叶纹成淺色一点 多块叶有不同的绿色 这样会增加它的层次感 更加真实的 在和果子的边缘都拆一些淡淡的白色 切饼就上少少烤色 花反焗布加深 我现在上一些有立体感的光油 没有的话就用回普通的光油 就好了 UV胶要厌成很淡的粉红色 一层一层地上 然后照灯 中途要加入花反 補一下这边边角角 将花反埋在胶水里面 将花反埋在胶水里面 我的甜品终于都做好了 你都做回见啦 喜欢这条影片就赞好和订阅我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